花莲最夯的景点之一 玉里赤柯山不仅是种植了金针 当地的茶农也种植出独特风味的蜜香红茶 而茶农希望种植蜜香红茶的技术能够交棒 让赤柯山的这个蜜香红茶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 花莲最夯的景点之一 玉里赤柯山大家联想得到应该大部分都是金针花 不过其实蜜香红茶也被当地的茶农种植出来独特的香气风味 茶叶本来是在一个特定的海拔 它的香气表现会比较好 条件来讲当然山上的跟平地来讲原料就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当然做起来特殊性会更特殊 那我们就是掌握这个优势 当地的茶农说希望能够将种植蜜香红茶的技术能够交棒 因为茶叶需要更多的新观念 创新出风格会更加多元化 在创新并不是乱搞 而是说它的风格上会有更多元化 那它可能 所以你看它讲说这一次都会有 很丰富的花香果香蜜香 那花香果香是要靠做出来的 不是本来产下就有 是 区克山略高 海拔900公尺 而环境绝佳 民众尝到自带清香的花蜜香 甜柔涌动 雍柔而优雅 因为小绿叶产而顺势做出蜜香系的茶 这样迷人的蜜甜香就在赤克山 记者高双双环境站采访报道 现在也不能够赚这个员�� 这是对我们的颜色 还有一个颜色 颜色是很不够的颜色